Volvo 開始了 這個也是改裝避震器 來 各位今天在我們家 對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車款 應該是沒有直播過 這台是Volvo V40 V40的引擎動力有分很多個版本 這台是D4 D4的話應該是2cc的 動力大概190匹左右 這台車的底盤 底盤架構跟Focus的三代是共用底盤 生產年份大概是2013年到19年 這台是2017年的 車主其實 車底的話 改了很多很多很豐富的東西 光煞車的部分 就改了還蠻多錢的 前面是Rulcon的 後方的話是加大碟 鋁圈的話是鍛造鋁圈 現在是19吋 現在是19吋 19吋的加上PS4 然後避震器的話本來就已經是改裝 改裝的話是用了大概一年多 車主是有說 在高速跟低速之間 沒有辦法調到自己想要的感覺 所以還沒有壞掉 可是也想要做一個泰換 因為也用了一年多了 那這個是也是台灣的其他的品牌 這個是我們比較少看到的附桶 這個是附桶的 那它的設計是沿用原廠的上座 這個上座的話是原廠上座 所以上座的話是沿用原廠的 那前面的話也是沿用原廠上座 這個比較像是 像國外的品牌的話 大概也都是這樣的改法 都是沿用原廠上座 那沿用原廠上座 有好有壞 如果這台車像2017年 平均我們一個人 用車的里程度可能一年大概 一萬五千公里到兩萬公里 那用了大概像現在 2021年了四年了 有可能里程數八萬公里 八萬公里的話 這個上座也差不多 差不多到了要該泰換的時候了 那如果繼續沿用原廠上座的話 萬一裝到車上有異應的話 那到底是原廠上座壞掉了 還是剛裝上去避震器有異常 就很難做一個責任的釐清 所以如果有上座的版本 通常KT的設計都會有附一個上座 讓計時在拆裝的時候 也比較簡便 也比較不會有安裝上的失誤 那也比較不會有異應時候的 一個責任釐清的問題 好 那這個的做法 它是要靠一個 轉接 一個彈簧上部 做一個基座 然後像這個軸層化 如果再來沿用的話 就一定會有問題 這個軸層化已經差不多壞掉了 這個軸層差不多壞掉了 有的鬆有的緊 而且有間隙感 所以這個原廠型的上座 用到這個里程座 也差不多該泰換了 但如果換KT的話 就不用煩惱這樣的問題 因為KT就都有附前後這台車 前後都有附一個全新的上座 好 這個Hilo Key 經理個人覺得也還蠻特別的 所以跟各位來做一下介紹 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它是框這個地方 好 那這個設計的話 是一般Hilo Key 我們調整機構的話 通常是一個調整機座 加兩個齒輪狀的托盤 來調整車高 那這個的做法 它是靠這個機構 來調整它的長短度 來改變它的車高 改變這個托架的上跟下 結構比較複雜 可是調整上也還蠻簡單的 因為它只要靠這個六角 靠這個六角來轉動的話 就能調整它的車高 所以在調整上也還蠻方便的 這個品牌的設計前方是7公斤 後方的話 經理看不太出來 應該是大概5公斤左右 它的結構是這樣子 還蠻特別的 那像這樣的設計KT 一開始比較早期的話 調整機構也是坐在下方 但是坐在下方的話 它的下支臂跟彈簧 如果拆開的時候 會呈現有一個角度 所以比較有可能會把 調整機構上的一個橡皮 把它碾到壞掉 所以後來我們就把它設計成在上方 我們來看一下 裝載 裝載 裝載車上 這個鋁圈是B-C的 這個是鍛造圈 19吋 超輕的 所以如果預算還夠的話 經理個人都比較建議 就乾脆改裝鋁圈的時候 一次到位 直上鍛造的鋁圈 在強度上 在重量上都比較有優勢 唯一的缺點就是要花比較多錢 這個是KT的一個設計 它的調整機構是住在上方 然後上方的話 KT會附一個橡皮 這個架構基本上全部 全部都是跟Focus三代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 介紹的有遺漏掉的地方 其實也可以在YouTuber裡面 搜尋一下Focus的跟KT Racing 做一個關鍵式的搜尋 就能找到底盤的架構 架構的話都是一樣 後方的話是配6公斤 下方的一個機構的話 這裡下方 他下方的話 原廠會有一個膠墊 但是他本來的膠墊 就已經不見了 所以就直接框在原廠的一個 直幣的上方 這個跟Focus三代不太一樣的是 它的上方 上方的話 因為這個板件 比較要穿的話 比較困難一點點 所以我們直接一樣 把這個調整機構 就在這個上座的下方 從這個旋鈕 就能調整到它的後方的軟硬度 那車主的話 有改了束角調整器 這裡有一支 這個顏色很特別 是紫色的 因為這個之前就已經改裝了 這個束角調整器 它可以調整後方的束角 如果降低的幅度比較多 像今天要降低的幅度蠻多的 本來車主就已經降到 大概剩一指幅 那今天希望想要 輪胎上緣跟葉子板切齊 所以降低的幅度很多 通常會比較建議 仰角調整器 像這樣降幅比較多的話 仰角調整器 加束角調整器 一併來做改裝 在定位機上 所能定位出來的角度 就會比較精準 比較不會吃胎 所以這個是 仰角調整器跟束角調整器的功能 那其實原廠在這個支幣的內側 這裡就有一顆偏心螺絲 這個螺絲 我之前調整過 也有做一個記號 這顆螺絲 它原廠是一個 可以調整後方的束角 後方的束角 指的是這個角度 輪胎的這個角度 這個叫仰角 所以如果降低的幅度比較多 它輪胎呈現的角度 可能變這樣 那輪胎的內側 魔號的就會比較快一點點 所以如果降低幅度比較大的話 就建議改個 仰角調整器 KT的話 也有做束角調整器 所以如果有要改裝束角調整器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KT的產品 好 這個是 也是知名品牌的煞車 好 上座的話在這裡 這個的話 它跟Focus三代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的引擎室 空間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它的上座 是在前檔的前方 就不用再把這個全部拆除 如果是三代的話 要拆除上座會比較麻煩 因為需要把這個飾板 都把它拆掉才有辦法拆得到 避震器的上座 那V40的話 它直接在這個上方而已 跟二代的做法比較相近 車主也有加了這個台灣 知名品牌Summit的拉桿 這裡有一顆 有一顆旋鈕 這個角度拍得到 這裡 這個就是可以調整前面的軟硬度的 引擎室打開 就能調整的很方便 那一樣是順時針 順時針的話變硬 逆時針的變軟 然後副駕駛座跟駕駛座那一邊 記得段數啊 一定要對稱 前方的話這一台車 KT的配置是配置8公斤的直捲彈滑 這個是裝法比較不一樣一點點 因為本來就已經是改裝避震器 而且車主有改了金屬扎車的油管 所以它的感應線的油管的固定位置的話 就跟原來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不得已才會綁束帶 那這個ABS感應線的固定方式 需要把這個從原廠的架子 把它拆下來 才有辦法固定這條ABS感應線 那裝法的話就可以參照這裡 離載串的部分的話 就直接沿用原廠的就可以了 不需要改裝可調式 或者是多花錢買強化的 用原廠的就可以了 離載串的話是一個消化品 離載柱到了 它的壽命就差不多了 所以如果有異音的時候 第一個通常技師會檢查的 就是前方的離載串 再來就是三角架之類的 所以這些都是底盤架構 很基本的耗材 那避震器的改裝廠 通常第一個就是被誤會了 所以有異音就以為是避震器 其實不然 因為它避震器的底部周邊 還有很多的懸吊機構 才有辦法組合成避震器 所以一旦有異音的時候 需要讓技師實際聽到聲音 位置的傳出來的地方 才有辦法來辨識哪一個零件壞掉 那有很多的車友 會是想要用錄音的方式 或者是用文字的方式敘述 其實都不太有辦法 準確的抓到異音源 最棒的方式還是把車子 開到專業的底盤店 請技師開看看 聽看看 可以從耳朵聽看看 不同的聲音 就是不同的零件所發出來的音源 那也可以從聲音的位置 大概來判斷零件壞掉的狀況 如果聲音是發生在上方 那可能是避震器的上座 比較有可能 那如果是轉向的時候 比較有可能的是避震器上座的軸層 也有可能是離載算之類的 也有可能是方向機墮感的間隙 有很多的可能性 所以如果有異音的時候 記得可以把車子開到專業的底盤店 請技師幫各位來做檢修 那KT的用料經理就不再贅述了 像是用義大利IP的主尼油 然後用日本NOK的油風 KT的都是可以維修的 可以單獨維修 不需要有一個小零件壞掉 就換一整套的 都是可以拆修的 那如果經理還有遺漏 沒有介紹的地方 都可以私訊我們KT的小編 以上是今天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